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您的直播留言我们有问必答 此外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其实我想您可能最近也关注到的 就是有关于在中国大陆中部城市 武汉所开始的coronavirus outbreak 就是新冠疫情的发展 所以我也想去针对这些疫情的相关情况 有一些问题 希望您能够从专业的角度 向我和我们的观众可以有一些介绍 首先我想问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 有关于肺炎疫情的发展 在官方的数据来看似乎是有很多的疑问 就是大家一直质疑 中国官方所提供的数字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是不是准确的反映了 现场的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一直有说法 就是说疫情的拐点将在二月的上旬 或者是中旬到来 但是目前来看 这样的情况似乎还是没有出现 然后中国官方在二月十三号的时候 又更改了确诊病例的标准 然后显示那一天似乎疫情的数字 又出现了局部的大爆发 所以如果是在我们媒体人来看的话 就是更对中国官方的数字有多大的取信度 有了很大的疑虑 不知道您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官方现在官方的数据是这样 他在一月二十号之前所播报的数据 我觉得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一月二十号之前 他们的第一个工作组到了武汉 当时虽然武汉当地的医疗官员 宣布了有这样的二十七例这样的肺炎 但是当时他们认为没有人传人的危险 他们觉得这些病例主要是和海鲜市场有关 所以从一月三号到一月二十号之间 基本上没有报更多的病例 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启动 全就是中国全国的这个case reporting system 就是这个疫情报道的这个系统 那么在一月二十号的十九号的时候 他们又送了第二个工作组到武汉 那么这个工作组呢 就是认为肯定是有人传人的危险 所以就启动了中国大陆国内的 他们这个预警系统 所以我觉得在一月二十号之后 那么这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天都从 基本上是从全国各地 所有的这个曲线都有这个报道 我感觉他们这个系统还是 因为是在非典之后建立的 而且也有法规就是说不能够瞒报 所以我觉得在一月二十号之后的数据 从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没有瞒报 但是呢这个数据也会有一些它的局限性 因为一个呢是武汉地区 它这个医院已经早就爆满 所以很多病人他有症状之后去医院 他也不能够接受检测和治疗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轻度的病例 如果他没有危机生命的话 他很难住进医院或者接受检测 那么这个情况大概在一周前 就是因为他们开了两个新的医院之后 稍微有一些好转 然后另外呢 也开始有人对这个检测 到底它的假阳性跟假阴性 这样的有多少案例是假阴性的 这个提出了怀疑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两天前 当这个新的新医任 当时他们把现在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这个领导解除了 解雇了之后有新的领导进来 我想他们可能又有一个新的方案 所以当时两天前他们把这个 定例定义给改变了 就是说不光是依靠这个检测 还更多的是依靠这个 symptom就是临床的表现 跟这个CT对肺部阴影的诊断来 来做诊断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前天 这两天的数据有大量的增加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 对案例的这个就是定义方法改变 所以造成了大批的增加 了解了解 刚才就是我们讲到 就是中国官方对于这个案情的回应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蛮有争议的 就是中国方面似乎是对于国际专家进入 一直是有某种勉强或者是犹豫的态度 所以之前我们也是从CDC这边就听到 就是说美国专家一直希望能够成为 WHO团队的一部分 到中国去实际进行相关的合作项目 但是有关中国到底允不允许美国专家去 好像现在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结论 那不知道您了不了解 就是这一方面 中国官方为什么愿意或者是不愿意 让美国专家到当地去呢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呢 对 我觉得对美国专家希望去中国 进行一些辅助的调查和研究 这个我也听到一些消息 看来现在是美国CDC希望派这个专家过去 但是中国那边还没有给最后的决定 已经拖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对我们来说 对我自己感觉是非常遗憾的这么一个事件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经常把这个事件跟非典 03年的非典比较 因为在非典的时候 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 基本上是跟全球卫生系统是脱节的 但是在非典之后 中国政府认识到 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应激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 是落后的 所以在04年05年开始 他们等于是开放了他们的这个政策研究的这个领域 跟很多国际专家 包括美国的专家 包括美国疾控中心都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从03年到现在 在很多像禽流感和猪流感 包括这个埃博拉 还有这个H7N9 这个几次的在中国的 跟中国有关的爆发 那中国都是和美国疾控中心有非常好的合作 那么他现在这一次 我觉得也可能是跟这一两年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 有很多的脱钩的说法和和包括有一些数据分享 有一些敏感度 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决策人 我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把这个中美两边同时都是 就是把国际健康 国际卫生这些研究领域 不要跟其他的这个敏感的就是科研领域混淆在一起 至少保护这方面的合作 所以我也是期待 希望看到中国政府能够 还是以一个比较开放的合作的态度 来和美国疾控中心合作 了解了解 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有关于现在呢 因为中国你也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特别是在今年 那么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那么可能中国经济会渐渐随着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 会渐渐进入一个正轨 但是现在由于突然爆发了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 似乎大家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也加深了 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 就是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在前几天呢 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就是说该复工的就要复工 特别是国家的重点行业 那么您觉得在现在疫情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下 做出复工这样的决定 是不是为时过早呢 还是您觉得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大家也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知道中国有一些智库跟研究人员正在计算 就是这个复工的规模和这个疫情的规模 这个相关性 所以我们也我觉得一方面还是靠一些这些数据模型可以给一些预测吧 但是当我们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说会非常注重这一周跟下一周的一些数据 因为现在正是一些民工返回工厂 跟一些这个人流开始流动的时候 我们很害怕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国大陆里面 其他的省市会向爆发类似武汉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现象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经济上肯定是会有影响 第一季度的这个GDP生产总值会有 我估计会有至少1% 1.5%的这个影响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第二季度甚至全年的这个影响呢 也是看这就是看这一两周这个反攻潮的之后 会不会对这个疫情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的话再推迟再增加隔离的力度 再推迟生产的话 那可能就会对全年的这个生产可能会有更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今后这一两周是会比较关键的时候 了解了解 另外就是有关于您说这个疫情可能在今后一两周比较关键 关键但其实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时间点 就是这个疫情我们可预测在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那一般来看呢 专家的看法可能是等到这个气温转暖了之后 那就会比较有可能会结束 那您认为这个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比如说是在4月还是更晚一些 这一点我们有没有更新的更新的数据和经验呢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太具体的数据 当然我们听到在国内有这个钟南山他认为他用他的数据模型 认为4月份会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我们毕竟还是不太了解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标量 另外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比较难预定 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反攻潮之后这样的疾病流行的数据 那么从流行病学来说呢 这真正的转折点并不是说完全看这个 如果有这个疾病下降 那其实主要还是看他这个R0 就是这一个人能够传言给几个人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一直预测的是2.5到3.5的这个范围 所以就说一个人能传给两到三个人 那只有这个数字我们觉得能降到一以下 就是说一个人不会超过传播 不会超过多于一个人 这种情况下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数据下降 那么怎么能让这个R0降低呢 现在我们第一没有疫苗 第二没有最有效的治疗还不太了解 那么第三呢 我们唯一能够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social distancing 就是隔离和这个大家的防护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大家的防护意识提高了 也许可以减少这个传染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拥挤状况 包括这个共同空间的享有 这些都会是另一方面 等于是增加这个R0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还很难说 这个到底这个R0是上升还是下降 在今后这一两周里面 也许我们会有更明显的 更多的数据来表示 至于温度 我自己感觉这个温度 对它的病毒的影响 不见得会像流感那样 或者是像SARS那样 到夏天马上就结束 因为我们看到在新加坡 在越南 在香港 这些地方它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 但还是有一个community 传播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也许会降低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不是太确定 了解了解 那最后其实我还想问您一下 就是关于国际社会这次 对于中国疫情的反馈 那其实这次我觉得和非典相比 让大家觉得比较惊讶 也是觉得比较戏剧性的 就是似乎各国都非常快速的 对于中国的旅行 以及人员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么不管是强制隔离也好 还是就是禁止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入境也好 那这样的措施 您认为是不是某种过激的反应呢 还是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的确是怎么说预防性的合理的反应呢 我觉得是否是过激还是合适的反应 这个主要是由各国的政府 他们来决定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隔离 还是这个旅行禁忌这些 都还是有它的社会学和这个经济方面的 一些代价的 这些并不是说是没有任何代价 所以呢这个代价到底是 是危险性跟这个疾病的危险性 到底哪个更重要 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决策者都比较难 就是是他们决策者一般面临的一些难题之一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就毕竟这个病毒到底它有多快的 这个人感染上之后就能够传给别人 另外从到底是由什么途径来传染的 包括这个人的代价 每一个病人他代毒 并可以传染的时间有多少 我们很多这些问题都还不了解 在这些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做决策是确实是很难的 但是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他当他做出这个 就是PHEIC呢 就是全球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时候 并没有说一定要减少这个travel 而且现在我们觉得对中 唯一针对中国的这个travel ban 并不是太科学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国家 包括现在非洲跟拉丁美洲 虽然没有报道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检测的能力 所以到底这个病毒有没有传到别的国家 其他国家有没有已经开始蔓延 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只针对中国的话 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假象 造成就是大家觉得 我们只要防住中国就可以了 那其他地方的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假象 了解了解 那最后我其实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现在美国方面 对于在美国境内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控制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还有您认为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完善吗 好 这个美国呢 他这次抓的还是比较紧急的 他第一呢就是动用一些emergency fund 就是在特别情况之下 那个众议院有一些资助 那么他们把这个资助资金给了美国疾控中心 那么美国疾控中心做了几样事情 那么一个呢是他们把这个疾病的报告 给了各个州的州政府 然后特别他们也派了一些专家到这个 去一些隔离的地带 特别是从武汉搬出来的 这个evacuate出来这么将近六百人吧 他们现在在隔离状态 所以他们也有 美国CDC也有去 专家去 去帮助 另外呢 当然他们开始了这个travel ban 这个travel ban 我是觉得不应该只针对中国来的 的外国人 但是呢 现在 so far 现在是这么一个行为 他们也有一个tracing 就是把所有从中国的过去两周来的 能够进来的美国人 他们都有记录 那么第三呢 他们现在在考虑就是怎么来 做一些 储存 就是医疗的设备 医疗的能力 来预防 就是如果一旦有大爆发的话 各个医院怎么来对应 这个这样的疫情 他们也做了一些准备 那么第三呢 他们做了一些 很多就是对 美国公众的一些教育 比如说怎么 经常要洗手 或者怎么来保护他们自己 那么最后一点呢 他们也做了一些 这个 比如在推特 这个这些和一些社交网站上 比较宣传 针对的宣传 就是不要听从一些谣言 而是通过美国CDC和这些地方 能够给一些正确的引导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公众的交流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他们主要做的是 是这些事情 当然他们 另一部分就是 他也很快的做出来了试剂 然后他们也用这些试剂来支持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检测 所以这个是在他们在美国国外的一些 一些工作 也开始进行 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 您的直播留言 我们有问必答 此外 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 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 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 您的直播留言 我们有问必答 此外 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